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谢尔·瓦隆斯基 4月27日在白宫新冠疫情检报会上表示 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在参与小型室外活动时可以不配戴口罩 但在参与大型聚会时仍被鼓励戴上口罩 对于未接种疫苗的民众则建议在各个场合配戴口罩 CDC重申尽管更新了戴口罩的建议 但最终选择在于个人 在决定不戴口罩就外出之前应先考虑自身情况 以及对他人家人和社区的风险 美国人口普查局26日宣布 美国总人口目前已超过3.3亿亿人 过去1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却创下美国历史上第二低的增长率 人口普查局代理局长罗恩贾明博士表示 在过去的10年中总人口增长了7.4% 仅比1930年代的人口增长7.3%略多 而那个时期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 在危机结束后出生率开始上升 根据新公布的数据 加州这一全美人口众多的州将失去一位联邦众议员的席位 目前联邦众院有435个席位 但从现在开始 加州的联邦众议员席位将从53席降至52席 这是过去170年来 加州首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2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则声明显示 持有F1或M1留学签证 人在中国的学生将可以直飞美国学习 以持有留学签证 身处中国的学生也可以直接前往美国 无需离开中国 在第三国停留至少14天后再进入美国 这项新规定适用于学术项目 开始于2021年8月1日以后的学生 他们最早可以在项目开始前30天进入美国 目前还没有获得F1或M1留学签证的学生 需要联系距离最近的大使馆或领事馆 同样放宽限制的还有身处伊朗 巴西或南非的学生 共和党发起的罢免加州州长纽森行动 在选民对加州疫情因应 越来越沮丧的氛围下 收到近150万份有效连署书 启动加州史上第二次州长罢免选举 根据州务卿韦博26日公布的数字 罢免支持者提交149万5709份 验证后有效的联署书 相当于上次州长选举所有投票数的12% 达到举办特殊选举的最低门槛 纽森将在年底面临加州选民对他的信任投票 27日来自英国的首批医疗援助物资 抵达印度首都新德利机场 这批物资包括呼吸机和致氧机等一共200件 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阿琳达姆·巴克钦说 向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提供医疗援助物资 只是国际合作的第一步 从5月1日起 印度将面向所有人群开放疫苗接种 印度政府近日加大了对疫苗生产的投资 预计5月底 疫苗月产量可达到1亿剂 拉萨至林芝铁路由协容车站依次往林芝车站进行全线供电接触网受电 共23个供电壁 历经89分钟 于4月26日21时29分全部完成受电 标志着拉林铁路电气化建设基本完成 全线架设接触网540条公里 附加线791条公里 设有11座牵引便电所 建设电力牵引供电房屋13761平方米 拉林铁路全长435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 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 拉林铁路将于今年7月1日前通车 届时复兴号高原内电双原动力集中动车组将开进西藏开到拉萨 实现对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终于在家的电话里 在家自助警里 终于是将家人接触的实验 阻力是带的